你可不可以說你剛才想要的開頭是怎樣 唱啦 天光啦 讓我先叫醒一睡美人 一踹落平地 一踹落平地 還有的意再細一點 細到可以 不好意思 拿一下可以了 好 先拿去 這個可以 天花的儀式 這個不行 他真的砍了一隻手 他會懂的 但你是粗文師 要找些細的東西讓他先消氣 你燒,我也是木船絕底的 可以,做些木舌 好嗎 月亮啊 這個是今晚的月亮 出來露營就是為了這個月亮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次在加拿大露營的Day1 要結束了 好累啊 真的好累 我們今早是 很早起床 很早起床 收拾行李 然後就出發 開車就不停一個小時左右 到這個露營 原來已經1點半了 對 所以我們也是 睡了 好,我們現在就關燈不覺了 好,關燈了 起床了 給大家看看 Chloe還沒醒 我們 現在是今天天氣 天氣很差 幸好沒有下雨 我現在回去看看他肯醒了 睡美人 你肯醒了嗎 那起床吧 讓大家看看睡美人是怎樣起床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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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現在是睡美人雨 為什麼 為什麼 對 睡美人雨 現在呢 睡美人 真的 黑醬 一身 有甜蜜味 不錯 我現在要製造索貝 好像當日餐 還欠一個開心樂園的匯資 吃了 嘩 嘩 你的臉 你幹什麼啊 你幹什麼啊 好嚴重啊 你幹什麼啊 你可不可以放在這裡 請給大家看看你正在做 過來 3000個觀眾會看 做個波餅硬波 硬波你們正在玩 現在呢 大家就吃完東西 大家就開始在營地玩 這個專業的Youtuber012 當然都首當其衝 衝了去玩 不理我 給大家看看他做的什麼 你顧著玩啊 過來 幹什麼 你是不是顧著玩啊 對啊 拜拜 現在我們是 四個營都很漂亮 2點要檢查 所以現在大家都開始收拾東西了 收拾完之後 我們應該會自己開車出去這個營地 其實這個營地很大 但我們昨天基本上只是在這個範圍 還有去了沙灘那邊活動 還有我們今早就在這裡 煮早餐 沖咖啡 打球 打球 很累啊 發現我去露營 這個算輕鬆 對 這個是輕鬆的 真的嗎 你看你跟車的距離 我跟車的距離就是 你需要背囊的距離 你都沒有試過行山的 我拍到你們從那裡背著背囊 距離很遠 行山貼水 快適了 快適上去 快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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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到你 快適下 大家看看 這裏是Card Cam 都是Card Cam 這個好像再大一點 不是 其實它都是分兩邊 這邊反而 沒有那麼好 第一 二個 沒有一難處去講 這個是不是私人Camp 這些是一人二人Camp 這裏是一人二人Camp 四人這樣 這個也是一二人Camp 他們就變了亡草地 他們就看著對面的營 這裏呢 這條馬路就已經是第二個營 我們的左邊和右邊就是兩隻Camp 這裏都是水 對 變了有點像香港那些 看看這裏是甚麼玩法 這裏都是Card Cam 這裏是這樣的 哇 是這樣的 他們通常會這樣拖一間屋過來 兩邊都是 這裏可能是Camp 你看這裏 這邊都是這樣 是說給錢 真的 我想這車可以預訂的 我想 這輛Colman 你看這裏 你看這裏 這個露營多棒 是這個 很棒 這裏有足球場 那這裏呢 這裏應該就是進來坐一下 那裏是否不用拿Permit 都要但便宜一點 純粹可能進來那裏 我們要離開啦 離開啦 離開啦 現在是超級累啦 因為 昨晚我自己睡得不太好 然後 又周居勞頓 那樣 但是呢 這次的Camping 其實都算是輕鬆的 因為我們是開車進去啦 所以那裏是離開的 是很近的 我們呢 就不需要去顧慮 究竟我們Camping的物資的重量 那在這邊Camping 很多人都說就是 Less people more space 那都很體驗到這件事 因為這次我們預訂的一個 大型的Group Camp site 那都看到我們 即使是30個人一起去呢 依然是中間有很多空間給我們去玩 那我們也和大家 即是開車兜過其他Camp site 你們都會看到 2至6人Camping的地方 甚至是可以給叢林去包圍 整體來說 這邊Camping 應該是會舒服過在香港很多的 還有我覺得 最重要的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 我們一路進去的時候 一路跟我們朋友 都有說過 就是我們需要一部單車 是 因為你進去Camp site 其實Camp site很大 你用走路的方法 其實你沒有辦法走完 但是我們用開車的方法 去和大家做過Camp Tour的時候 你都會發現 其實我們不是很感受到周圍的 那些環境 如果你是踩單車的話 你就可以真的融入大自然 裡面就會舒服很多 如果大家看完我們這條片 對於在加拿大Camping也有興趣的話 就要注意 其實加拿大很多Camping的地方 都需要 訂一個Camp site 因為這邊 相對會比較多一些 具攻擊性的野生動物 它們有機會真的會攻擊人 訂一個Camp site 會是一個比較安全的玩法 我們另外也有朋友 會去玩一些 像行山那一類 我們暫時覺得自己的經驗 都未足夠我們去玩這些活動 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再去看其他YouTuber的影片 如果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